人生大事上都給我放鴿子遲到 雙方父母也不熟都沒見過 然後我就直接飛過去山東 跟我爸媽飛過去提親 走了 飛回台灣了 然後你飛回去就飛回去吧 你把你爸媽也帶走啊是不是 你爸媽留下來了 爸媽留下來 他自己放了 第一次見你的家長他就遲到 誇張嗎 不是不是 這個 我先放鴿子耶 直接撈笑耶 對 沒有 哪有放鴿子啊 你先聽我講 我解釋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 閃婚嘛 所以我們見面次數不多 然後我就結婚了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跟他提親的時候 我還沒見過他爸媽 就雙方父母也不熟都沒見過 然後我就直接 飛過去山東 跟我爸媽飛過去提親 因為你知道飛一趟山東很遠嘛 我想說 那時候我還在拍八點檔 很難請假 可是我已經請好 我想說既然去我就請長一點 大概請了一個禮拜左右 那想說順便提完親之後 可以在那邊玩一玩啊 吃吃喝喝嘛 第一天聊一聊嘛 吃個飯就算是 提親結束了嘛 然後隔天就開始玩 到第二天之後 玩到晚上 然後我們劇組就打電話來說 誒 世萌哥 那個編劇好像寫到你 不回來不行耶 我才來兩天耶 我不是請了七天嗎 我說幫幫忙啊 你可不可以你後天趕快回來拍 那我想說 男人應該以事業為重 對不對 蠻有這種事的啊 你自下都已經醒了 是提親耶 對 沒有 我們的原本計畫是提親完之後 然後帶著我的公婆 然後我們兩個 然後雙方父母去周邊來個小旅行 然後增進一下家庭的那個溫度跟感情 結果他去了一兩天之後 走了 飛回台灣了 然後你飛回去就飛回去吧 你把你爸媽也帶走啊 是不是 是爸媽留下來了 爸媽留下來 他自己夠了 不是 我是回來工作 那爸媽在那邊 他們也沒去過山東 那你老婆還會映住你爸媽耶 對 那才見第二次而已 她是我未來的公婆耶 等於我的玉皇大帝跟王母娘娘 你還得在她面做樣子 對 萬一做錯一件事情 這個婚姻也就戛然而止了 到此為止了 沒有後續發展了 所以提親是已經有提完了是不是 對 就剛開始一兩天 就是提親的一些那個流程 剛走完 準備要增進一下感情小旅行的時候 他就回去了 這女生會生氣吧 不是啊 那真的我接了工作 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你真的沒辦法 會生氣是不是 不可原諒 除非我不想在這一行混啊 我就說我不回去了 是不是 沒有英女地位 你就是很誠懇的說 我真的已經請了家 他們一定不會怎麼樣的 蛤 你覺得我這樣講都會理我嗎 我覺得世鵬哥當時沒有 沒有跟劇組講說 我要請七天假 有啦 他有說到去提親 我覺得可能只有請兩三天而已 然後後面就是想說 看著辦 看著辦 有寫到就還沒寫到 就賭一版 對 所以你自己才會這樣 你跟他怎麼會這樣 因為可能劇組覺得 世鵬哥無所謂了 這個瞎了就瞎了 後面還有了 世鵬哥不缺女朋友 蛤 那怎麼辦 這個到底算不算啊 對啊 我也很為難啊 對不對 我身不由己 這沒辦法 這不算是放鴿子吧 要是我會生氣 你因為你老公沒工作 不是他已經答應我七天就是七天 而且要走就把他爸媽一起帶走 爸媽不能留下 可是我爸媽 我覺得他們想留在那裡玩啊 那我能說不要走 那是他們的事情 你帶什麼東西 你帶什麼東西來 就帶什麼東西走 對